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由555定时器构成的多写震荡器的电路简图 下面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 接通电源瞬间电容两端无电压差 即VC等于0 因此内部比较器的输出R等于1 S等于0 SR锁存器Q输出1 三极管T截止 电容C开始充电 当VC上升到1 3分之1 VCC时 S等于1 R仍然为1 SR锁存器维持原来的状态1不变 电容C继续充电 当VC上升到2 3分之2 VCC时 R等于0 S仍然为1 SR锁存器Q输出0 三极管T 导通 电容C开始放电 电容C开始放电 VC下降 电容C 电容C开始充电 如此周而复始 这样就在输出 这样就在输出端VO得到震荡脉冲信号 震荡脉冲波形如图所示 VO的周期 由电容放电所需时间 TPL和电容充电所需时间 TPH之何决定 下面分析TPL和TPH的计算方法 电容放电时三极管导通 其放电回路如图 TPL表示电容从2分之2 VCC 放电到1分之1 VCC所需时间 该回路的时间参数为R2C 根据电容两端顺时电压三要素法则 可得电容C放电所需时间计算式如图 电容充电时三极管截止 充电回路如图 TPH表示电容从1分之1 VCC 充电到2分之2 VCC所需时间 该回路的时间参数为R1与R2的核乘以C 根据电容两端顺时电压三要素法则 可得电容C充电所需时间计算式如图 由此可得到电路的震荡频率计算式为图所示 由于555内部的比较器灵敏度较高 而且采用插分电路形式 因此用555构成的多写震荡器受电源电压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小 但是这种方式构建的多写震荡器输出的矩形波 高低电瓶所占时间不相等而且不可调 若希望得到占空比可调的矩形波是否可以实现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 矩形波输出的高低电瓶所占时间 与电容C的充放电回路时间长数相关 若通过某个电路可以调节电容C充放电回路中的电阻组值 则可以实现矩形波占空比的调节 如图所示电路可以调节矩形波的占空比 该电路中二极管第一第二的单向导电特性 使电容的充放电回路分开 电容的充电回路由R1、R2的上部D1、C组成 电容的放电回路由C、D2、R3、R2下部组成 调节电位器可以调节多写震荡器的占空比 电容充电时间TPH约为0.7倍RAC 而放电时间TPL约为0.7倍RBC 因此震荡频率计算式如图 输出波形的占空比为RA除以RA与RB的核 该电路RA与RB的核不变 因此输出信号的频率不变 而调节R2的滑片可以改变RA的值 也就是说调节R2的滑片 仅改变输出矩形波的占空比 自此555组成的多写震荡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就介绍完了 实际上由于555定时器内部比较器灵敏度高 输出驱动电流大 功能灵活 555定时器在电子电路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这里我们不再一一具体讲解 好了 关于555定时器及其应用电路的学习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